講到這個故事 大家要非常認真的聽 我雖然是一個諧星 但是我今天講得非常嚴肅 我從小長得就 而且純紅紫白 我的外號叫小白 這個是你本人喔 是啊 這個是你本人 這是我 還沒有整形以前年輕的時候 我一直在上小學的時候 外號大家全校校長到校公 還是同學老師都知道 小白兔叫做蔡斯文 你的綽號叫小白兔 對 沒錯 怎麼啦 沒事 沒事 然後到初中高中的時候 你是從兔子變成獅 你不能這樣講 我的故事今天很延期 我到初中高中的時候 上了一課 歷史課 我的歷史老師是一個外省級 各位同學把課本翻開 我們今天上了第一課叫 袁詩然 然後我就一直看… 看到我剛好坐在那個講台下面 因為我個子矮嘛 就我坐怎麼樣 都是在老師的講台下面 他說這位同學請起立 我說真榮幸講到我 來 各位同學 袁詩然 我們看看這位同學 左邊臉 來 攝影師 我的左邊側臉 好 同學看到了嗎 好 OK 來 右邊臉給同學看一下 右邊臉 好 歷史老師講的一句 各位同學 他長得像不像原詩人 不是 好像… 從此以後我的外號小白兔變成 原詩人 人生 那種刺激跟羞辱 我懷恨再生70年 懷恨再生 但是我想一想 既然是長成這樣子 那我就罷了 因為很多算命老師跟我講 我這種人叫藍仁北相 而且是一種非常奇異的動物 因為我出生的時候好像麒麟 但是憲哥都講我是 金門的風師爺 錯了 是麒麟 麒麟… 麒麟… 然後我就慢慢的 那種創傷 那種創傷 Lise老師的創傷 希望你現在在天之靈也知道 我已經寬恕你了 希望你在天之靈 好好的不要有六道輪圍 因為你 好 講到我入演藝圈的時候 那時候我還沒有整形的時候 做過很多節目 比如諸葛亮 芳芳 朱慧珍 白兵 我跟他們做節目 一向都是三年 五年 十年 但是碰到羅碧琳 羅碧琳 羅碧琳就帶我說 這好了 我跟妳講 妳一定要去整形 我說為什麼 我跟你講這個當藝人 臉一定要非常讓人家喜歡 而且顏值很重要 那時候 因為我其實不想整形 因為法夫受制於父母 但是我跟你講 那一年剛好是我父母 一年內相繼去世 相繼厲害 母親先走 父親也走了 我心裡講 可以了 我就打電話給羅妹 妹妹 羅妹 我說羅妹 妳在高興什麼 不是 因為我可以整形 他一直叫我整形 我不要 我說既然父母已經走了 好 我就來整形 我整形完 剛好我爸做頭七 然後我要請香 要拜拜 所以說臉都腫了 因為整形 你看我做那麼多是不是很腫 對… 然後我就燒香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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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啦 我是再次 我爸看到我腫腫的人 竟然那個時候就把他腫嚇 那時候我心裡就很忌諱你知道嗎 是… 我就 不要這樣啦 我就跟他講 我也是你們氣勢了我才去診 你們在生的時候我也不敢動 給你們留面子 你知道嗎 所以說我也是很孝順 但是自從診了之後 我剛才講過不是跟很多人 組織節目都很久嗎 是啊 好幾年啊 但是自從 這一選以後 怎麼了 真的是 宇宙大變 我嵌入憲憲家族 吳宗憲老闆 我一人做上個節目全部掛 一人上個節目 沒有一個節目超過一季的 不好意思… 所以說人 不能說為了要眉來怎麼樣 法夫之父母 怎麼能整形呢 憲哥 這不是你的錯 右側臉 這不是你的錯 是我自己整形 所以說人要活得自在 要活得自己有自信 這怎麼行 像現在很多人整形 在後台很急一靠道 王彩璃一靠道 那個鼻子就歪掉 你還可以講出來 我講出來嗎 有一天跟楊瀉慧去上一個節目 稍微撞到下巴就歪了 所以說人不能整形 恢復自然 像我這樣子你看看 現在 我真想把鼻子這裡 這根鼻子拿掉 因為你看看我以前的照片 看一下 以前多麼的修長 那種身材有沒有 對啊 你看看 現在是真的很 掌聲鼓勵一下 大哥 現在只有 歡笑中有淚水 只有一個辦法好不好 他用討侃的方式來講述 他整形 其實後悔的 乾脆 怎麼就是這樣 可以整回來嘛 有可能啊 對啊 kys like 謝謝 觀看 哪裡